時間就這樣一眨眼快速的飛逝 剩下倒數五天了 現在我們四個人幾乎天天都要見面 練舞練到三更半夜更是家常便飯 現在就算是遇到彼此有不同的意見 也開始學會怎麼去溝通 好好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其他人 再也不會像之前老是用吵架來解決問題 而實際上今天告訴我們 吵架並不能幫我們解決任何問題 現在我們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好 讓我們知道 如果不團結最後導致的失敗 是我們誰都無法去承受的 我們現在能做的事 就是不斷的練習練習再練習 今天黑哥我突然來探班 是我們想都沒有想到的事情 當他們到的時候 我們正在專心地排舞 但我們又不斷找出事 師傅就沒有發現他們到來了 一看好行 我可以看到很小欸 重新 這應該是前面的開場 然後是中間的 所以說真的非常的用力 因為今天其實我們才剛入滿營 然後現在大概十分時間 所以我想他們應該都還可以十分自己一點 就是非常的用心在拍的歌 那去年呢 我們黑社會最大的順勢就是 搖搖出了一張鬼人的單曲 那今年呢 暑假最終的就是 愛小喵 火力四射 他們要帶給大家一個音樂統學會 希望所有朋友都可以一起來共將勝局 然後除了享受音樂的感受之外 能夠感動就是他們所有的 然後我們支持他們 支持黑社會這個節目這樣子 然後今天我們是來探班 然後替他們加油 因為你知道其實平日快到了 幾乎是下個禮拜是熱VV的時間 然後其實說他們常常排到晚上啊 然後就是大家都要排到凌晨三四點 然後自己放棄 然後再排這個廢號的遊戲 所以社會大姐姐我不得不說 自己的消息很棒 黑狗的初見 將會給這四個人帶來一項初級性的新聞 到底是什麼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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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好嗎